华联县议会临时会在审议环境教育数位中心工程 经行政诉讼工程仲裁结果 华联县环保局败诉 而县府在临时会编列112年度追加预算并先行垫付1375万元 议员要求环保局必须对专案管理PCM公司 在工程管理监造责任上的缺失 必须进行法律上的监造责任追究 花联县议会今天上午进行第二十届第三次临时会 二三读议程总计126案 上午一开始除了县府送进的自治条例之外 一共有41案完成二读 省道百案类第五案 花联县环境数位教育中心设置续接计划 补助经费新台币1375万时 多名议员相当质疑环境教育中心早已完工启用 应该属于已经结案的项目 为何还需要追加预算 要求省府环保局进行说明 统稀书和工程土不一样 统稀书摆在那里 它是一个目标值 摆在这里 那营界业者残户 他来标这个工程得标了 然后他会来问我环保局 你要怎么盖 所以他是经过你环保局同意啊 他这么盖 他盖出来的结论结局就是经过你环保局同意 那你现在说他没有 藏务的结局是经过我同意 我承认 因为他问我嘛 他问我要怎么盖 那我当然依照我的理想 我就说我要怎么盖 好 藏务就去规划设计了 那问题是在哪里 规划设计出来的 你不可以超过统稀书 你超过统稀书的时候 他认为你花莲县政府同意他 可是你不能 他不能超过统稀书嘛 统稀书是PCM在监管的嘛 也就是这两个量体不同的时候 然后这两个量体不同的时候 PCM要提出意义 要找环保局来谈 所以你们现在的需求 你们的规划 那有去找环保局来吗 我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超过了统稀书的需求 你环保局要不要盖 要盖你就要增加预算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藏务 藏务他要想 藏务他问我环保局要盖 怎样我就告诉他要盖怎样 藏务就依照我们的意思 他去规划设计好了 设计好了嘛 然后就去盖嘛 但是问题就出在 他规划设计好的量能 大于统稀书 要清楚吗 这跟藏务没有关系 但是他设计出来的 大于统稀书的需求 那照到你设计监造的PCM 他要提出来 这个设计出来的超过统稀书了 那他要来问我环保局 你要不要按照这个来盖 要你就要增加金费给他 不要就要请藏务重新设计 来减少量体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PCM并没有提出说 产务所规划设计超过 原来的统稀需求的量 所以这个事情 就一直的顺利的去 营建盖好 那今天在您会 在这个二三读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 那有关于PCM厂商的这种责任 我们当然一定要要求 花店县政府要追究 追究这个责任嘛 那因为仲裁的结果已经下来了 那PCM厂商在整个过程当中 花店县政府没有办法 自己来监造的话 设计规划监造的话 委托这个PCM厂商来帮忙 监造规划 那结果变更了 要增加了一千多万 那怎么会在那个过程当中 都没有任何的把关 协助花店县政府来把关 那这个人民的钱 我想如果有委托厂商 厂商应该负这个责任 那花店县政府 层层都有疏漏啦 那这个部分我们花店县议会 当然要严格的要求他们 未来所有的法律动作 对于PCM厂商 一定要知会花店县议会 县府秘书长劳中进一步说明 虽然仲裁县府败诉 但是对于建筑管理 顾问公司PCM进行究责 可能对其提起行政诉讼 这笔1375万元的费用 已支付给施工厂商 最后此案完成二读通过 记者凌桀 华林市采访报道